你現在要怎麼樣 你現在要怎麼樣 幹什麼 連鎖速食店內遭遠景當場壓制 男子上廟囂張 潑飲料正廟氣宴全消 你做這些就多了 你做 來 手發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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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銬帶回保護罐數 男子這才連連道歉 但速食店大鬧怎麼回事 竟是為了胡椒粉怒報警 這是要什麼事嗎 他們剛剛服務態度不好 剛剛來這邊買東西受污辱 每次人每次受這種感覺很差 這其實是第三次我才來的 好啦 小聲一點 警方到場勸說還是氣撲撲 原來一對姐弟到三峽 這間連鎖速食店買了個套餐 警說要拿十五包胡椒粉 店員說一個餐只能給五包 他們就把一餐分成三份買 成功拿到十五包胡椒粉後 回家又跟爸爸埋怨 換老爸充碼跑回去嗆聲 我們應該也跟你很多次講過 十五包是我們真的 我們有像嗎 一次就是最好的 你別再講那麼多 廢話 把東西你已經拿過來 退一退就好了 不知不滿沒一次給十五包胡椒粉 還認為飲料沒有滿杯 被坑了 老爸到場嗆聲沒完 接著竟還愁店員怒潑飲料 店員提告 妨害名譽 全案依強暴公然無辱罪 含請新北地檢偵辦 並經新北地院判處 新台幣五千元罰金 一家三口大鬧連鎖速食店 這下為了集4C飲料 集十五包胡椒粉 噴了五張小朋友 記者謝洪如洪玉蘭 是不是報導 今次不要亂